请 先生 北方区委的同志说 守创先生拒绝了捷狱计划 因为监狱警备森严 不希望同志们再为他冒险 是革命力量在受损失 在社会搁结的舆论压力下 张作霖对如何处置李大钊等人 有过一段时间的犹豫 直到四月二十八日 刑事突变 特别法庭在金师警察厅总监的客厅里 突然开庭 草草审理了七十分钟 便对李大钊等二十人处以绞刑 立即执行 是什么让张作霖突然下定的决心 据此后几天的报纸披露 蒋介石在C12当晚 给张作霖发了一封密电 主张将索捕共产党人 急刑处决 以免后患 李大钊 不用 我自己走 不过 还有什么显说的 力求速办 李大钊统治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 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1983年10月 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万安公墓落成 他的功绩将永远为人民所追怀和崇敬